109年桃園市立原住民实验中学江昭盛 目前选定的罗浮校区未处复兴区 不过原本103年规划在桃園航空城 南港客运园区也要设置校区 但消息传出后有当地居民反弹 大圆校区地幕还在变更讨论中 目前只确定罗浮校区 有家长担心学校未处偏远 多少降低学生就学意愿 也有家长无奈表示 现金贫富差距大 大多数国高中生考量家中基金因素 选择提前就业 认为政府应该也要考量 如何让学生回到学校就学 因为环境的关系 他们就不会想赌书了 像是什么 什么样的环境 家境没有钱啊 父母亲的关系啊 沿湘的话 我那个人数 小朋友的人数应该也没那么多 你会浪费了那个资源盖在那边 应该在设在我们都会区 校方表示都会区一土地问题 人在寻觅 校确定的则是在复兴区罗浮校区 只是有家长担心 原本在桃園市都会地区 设置的原住民高中的梅艺会打折扣 记者是沙纳岛秀 桃園市巴德采访报导 桃圣叶 桃圣叶 桃圣叶